大家好,我是姨妹 我今天要分享一道 芋头非常好吃的做法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下 做这道芋头所需要的食材 就是 松肉,芋头,洋葱,豆腐 青红椒,还有这个蒜 大蒜 就这些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芋头给它切成块 切好后,放入盆株备用 松肉给它切成片 松肉切好后 这个碗里放一点淀粉 加一点少许的盐 再来一点生抽 用手给它抓均匀 把豆腐也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再切半个芋头 再切半个芋头 切半个芋头 把蒜切一下 拍几个蒜切成末 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烧锅 锅里倒一点油 把蒜末还有洋葱放下去 再把我们切好的豆腐放下去 现在我们锅里倒入多点油 油温漆盛了下入鱼 鱼头炸一下 炸至鱼头表面缩水就可以了 把它先捞起来控油备用 现在锅里留点底油 把我们备好的瘦肉放下去 炒散炒一下 炸一下 现在我们来炒下入 加一点生抽 再来一点老抽算色 再加一点豆瓣酱 翻炒均匀 再加入适量清水 干上锅盖给它煮一下 低头控油泡给它倒到砂锅里面 用油炸是为了板子 它等下煮的时候化开 煮沸后把它倒入砂锅里 盖上锅盖子 拿到里面用面去造成煮 开大火先给它煮沸一下 煮沸后转小火再给它炖十分钟 十分钟后打开盖子 把青红椒还有大蒜放下去 还有这些蒜苗 盖上盖子 再煮两分钟 煮至配菜断酸就可以吃了 煮的有点多盖子有点盖不下 好现在关火 把它端出去就可以吃了 熟了 不太烫 好了那现在这一道香喷喷的一头豆腐煲就做好了 非常好下饭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看吧 它的鱼头非常的暖 它鱼头非常的暖 又加不起来 好香啊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喜欢鱼妹的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爪发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